春节这段期间民众离在家准备放假跟陪同家人过节的时候呢 你知道还是有一群锦衣销人员呢 正站在第一线为你守候家园的安危 因此台北线新北市消防局第二大队的队长陈志伟 亲自来到了新武泰里等地区 为这群的执勤人员致政加菜金之外 同时也为他们加油打气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队大队长陈志伟 余小大队长张俊沟于11号 甩大队紧一销幕僚记所属人员 一一前往新庄五谷泰山及领口地区 做春安慰问工作 为执勤的外情同仁来打气 过年了 我们刚刚在那里了 在那里都很兴奋的 很辛苦 所以在这里 新年代本委员 感谢辖区内所有锦衣销人员 对于春节期间安全的功劳 致赠慰问品泡面水果饼干及礼卷等 慰绕所有武泰林区待命执勤锦衣销同仁 在救灾救护及推行守望相助工作的新劳 并一一与大家握手致意 我想在过年前期 我们的春安工作已经开始 那我想我们锦衣销工作是没有停止的 那不管是锦衣销或者是我们的益销兄弟 那也是24小时在这里为各 我们的百姓来做服务 那今天锦衣销大队跟益销大队 那所有的干部 那也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来这里表示 对啊所有在这里协请人员的一个 慰问之意 那也祝福大家平安 大队长也特别呼吁 幸春期间市民投家们在合家团聚 享受年卫大餐时 也请特别注意居家烛火安全 外出行车 郊游等等人身安全 大队长也预祝全体市民 可以度过一个快快乐乐的农历新年 永远的记者林口采访报道